接著是何君彥議員第一輪 他第一輪 我想請教局方 可能之前這個問題已經問過 不過我未必跟得這麼貼 設立這麼閉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隱約會明白有些人權的理由 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我看到你們都很費心思 過去五年裡放了57億下去 只是做這個免遣反申請相關的開支 57億不是少數 我們未來幾年裡都要繼續花很多錢 你只看這個1415年那個5億4 和現在預算119 13億9 即14億 增成差不多接近三倍 我不介意花這些錢 因為香港政府有錢 但我要愛的是效益 我又看到現在我們的罪案數字 的確有上升的趨勢 由15年到17年 18年的數字也已經207 這裡也已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 這個是顯著 我最怕一件事就是 錢洗了 但效果不單止不太明顯 還導致我們社會的安寧 治安受到影響 那我就提出這件事 簽不簽國際難民公約那些 我完全不理會 因為這是國家決定 但在我們本身香港的環境裡 要怎樣處理好這個平衡呢 這就是首要 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 在那些已經上訴 被推翻了 我們這個數字 有11,394宗 99.2%是無效 雖然當中有70%的人 不能先走 因為他們可能提出上訴 或者仍然在香港坐牢 我覺得這班人 我們應該要禁閉他們 起碼已經安保了 這裡的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而第二 現在我還有四千多宗的待處理當中 每天還有新增一百宗 新增進來的那些 亦都要放去禁閉營 而中間的四千多 我們可以仍然讓他們活動住 即是我覺得要設立禁閉營 都是要一步一步來 對後來的人 我要嚴謹些 很理所當然 對已經被裁定 起碼我有primate face here case 裁定了他們是沒有理由的 那我應該要將它禁閉 如果你不肯走 你看我們 起碼都已經有少少成效 11,394宗 它有30%自動走人 有些賴死不走 坐牢都沒有問題 我不需要擔心 坐牢 但又是藉著上訴來 buy time 都花了兩年時間 去到2020 那我要給一個proper message 所以我提出 由你的數字裏面 我要求真是認真要想想 設立禁閉營 禁閉營 我錢已經花這麼多 你住的一樣 還解決了居住問題 我們香港自己本身都不夠住 我亦都看到有部分的南亞裔人士 你說好像對他人道 給他一千多元 還是幾千元 去做租金 你還害了他 既然是這樣 為何我不設立他禁閉 他不介意 因為他最重要是安全 吃的 住的已經無憂了 但真的等到那些東西飄完了之後 就送他上飛機 還可以給他選擇 你早點離開 我給你花紅 反正我們出那些 CSSA 我們都有bonus 我們都可以給他 一種incentive scheme 我們想想 我們解決了這個罪案數字 這個確實是真的 來自於外面的人 真的不是本區的人事犯法 我希望你們想想怎樣平衡 多謝 是 誰回應 來被署長 主席 多謝何議員的提議 其實我們整個全面警討的態度 都真是開放的 所有可行的辦法 我們都會聽 和真的會認真考慮 不過當然 另一方面 大家都會 我相信都明白 要處理禁閉營 或者機留這個問題 面對法律 面對管理資源等等 都是難度來的 不過我們沒有說放棄 我們都是一直會去看這方面的問題 有任何可行的辦法 我們都會去研究 多謝 主席 實際上我們應該要先行先試 新到港的 立即把他 從他的利益來講 保障他 因為他要愛 先行先試 我們應該要做這個 不夠錢的 現在五年花五十幾億 我反而如果有一個進取的方案 我真的可能會省很多 如果再多 再多 再多五年 六十幾億 將會 如果這個六十 未來五年 你起碼2020 要處理了那些上訴 起碼這裏 已經有兩年要搞的了 我就說 我給多些你 你做先行先試 將新泥到的 禁閉 飄完之後 不是 我們審核完之後 那個 他是如果做上訴的 禁閉 這兩組而已 是 有沒有回應 主席 我想我們聽到 議員的意見 我們會回去再研究